任女士家住杭州唐湾名院小区 附近有家非凡理发店 7月24号 她在这里办了一张500元的会员卡 当天丈夫和儿子消费了理发项目 任女士介绍 当时店员向她推荐 说是可以体验200多元 享受原价500多元的染发服务 8月5号 她过来让一位张店长染发 刚开始的时候 染的第一天的时候 当天晚上还行 但是第二天 就是过了两天 然后上面我发现就是颜色不一样 跟你原来的预想 最大差距在哪里 就是三个要求 第一个不花不臭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显白 就这三个要求 然后现在的话 一个发型就是说 颜色就是一段一个颜色 一段一个颜色 任女士事后去找过理发店 她跟我说 给我重新做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说 哎呀挺好看的呀 然后我讲别人都讲不好看 她说是别人不懂得欣赏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这种类型的话 现在的话就把我染发的钱 把我那个后员卡里面的余额 退给我 染色不均匀 染色不均匀 我们昨天也说了 你说不均匀可以 那手工东西 可能有的是 可能有些失误 那我们可以的 那我们帮你重新再揽一遍 我给你做均匀 做暗议都行 对吧 而且我昨天还跟警察说 我常用卡里 反冲再给你反冲一百块钱 她不同意 我们要吸取教训下一次改进 我想分析下这个什么原因嘛 没有说做手工东西 百分百保证你满意的 而且也没有说是 我们做这个头发 就是说她一定不会 从中跳毛病 也不会说有一定的人 我不抱说不抱你 也有人从中做梗 就是说我来 眼神也来了 我白嫖 张店长情绪有点激动 平复心情后 双方接着沟通 刚开始揽的时候 她说这样子 后面给她弄完 她说这样也蛮好的 老夫妻她过 老夫妻她过两天过来 她说我洗了两次 怎么被花掉了 对吧 她说洗了两次 怎么被花掉了 那我说没事 那你过来 我给你重新再弄一下 没关系 这个是不是很正常 你就说你的诉求是什么 那要怎么解决就好了呀 那我替这个任女士诉求 表达一下 她的意思说 这个头发呢 做好做坏 她也不追究了 她意思说 这个头发的钱啊 就是退还给她 然后剩余的这个 女儿退还给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其他她也没 那我去吃饭店 我就说饭不好吃 我也剩下的钱 我不付可以吗 可不可以这样子 没有 退可以退 退可以退 那因为她是有会员的 她里面是会员价 我给她想出会员价 你要退可以 返回员价退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返回员价的话 是怎么计算的 返回员价的话 我就给你个最便宜的 来我价格表 我上面明码标价的 你要懒头发子 返回员价580 他就冲了500 然后返回员价到580 那还要负80 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经营协商 黄经理提出 退还会员卡余额107元 但表示 要8月25号左右 才能到账 任女士不接受 表示会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艺术680 全帅 2204 680 té갔 780 960 660 660 820